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的阿雄 继续聊俄乌方面消息 一,俄军阵亡数据今天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进入第744天,据乌总参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有1160名俄军阵亡 累计阵亡42.143万人 英国国防部最新数据显示 战争两年,已经有35万名俄军阵亡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估计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到2024年2月,已经有约83000多名俄罗斯军人丧生 据美国情报机构2023年12月估计 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军队损失31.5万人 二,俄乌战场近况综述 阿弗蒂夫卡战线乌军反击 俄军退到距离比尔蒂奇东郊150米处 托坦克方向,俄军也从一些阵地撤走 奥尔利卡村庄以南,俄军取得一定进展 约占领0.5平方公里土地 巴木特地区俄军向巴赫丹尼夫卡村组织了多轮进攻 将战线向西推进了大约200米 伊万尼夫斯基,俄军目前控制0504公路北侧区域 乌军控制公路南侧区域 整个村庄目前有60%的区域在俄军控制下 俄军向克里什吉弗卡和安德里弗卡发起的进攻 军被击推 马林卡、新海利弗卡战线 新海利弗卡是俄军目前主攻方向 已经获得小幅度推进 俄军更多部队正在集结 准备继续进攻 库布扬斯克、克里米娜、莱曼战线 乌军击推了俄军 对新吉弗卡和塔布耶弗卡的四次进攻 并在新吉弗卡西北方向组织一轮反攻 将防线的向前推进了数百米 扎布扬斯战线 俄军对罗伯泰尼南部和西部发动攻击 有6至8辆装甲车被摧毁 数十人在攻击中受伤 而在维尔伯维防下 俄军取得小幅度的进展 赫尔松地区 双方主要使用了无人机骚扰以及火炮对轰 地面部队只有菱形交火 近期虽然俄军攻势迅猛 但是乌克兰军队不仅稳定住了当前战线 并且在各条战线都发动了反攻 这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或许乌军运用的是以攻戴手的战术 乌克兰陆军司令 帕弗柳克中将于3月6日表示 乌军眼下的目标是稳定前线 同时削弱俄罗斯军队 以便将前线的乌克兰部队轮换到后方的训练场 进行补给和恢复 并在适当时机进行反攻行动 3.与俄乌战争相关的机他消息 1.乌克兰可能有内鬼 环球时报综合法新社和美国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 俄罗斯军队当天对港口城市奥德萨进行打起 有导弹落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车队附近 而当时他即将会见到访的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 希腊官员称 泽连斯基团队和希腊代表团都没有人员受伤 米佐塔基斯称爆炸那一刻非常紧张 报道称当地时间3月6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 泽连斯基和米佐塔基斯正在访问奥德萨港口 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几分钟内就发生爆炸 泽连斯基随后告诉记者 我们今天目睹了这次袭击 我还不知道所有的细节 但我知道有伤亡 据称啊 爆炸发生在据希腊代表团所在地不远处 希腊代表团无人受伤 但导致了5名乌克兰人死亡 这一不寻常事件足以说明 泽连斯基行程也许被泄露了 乌克兰可能有内鬼 二 俄任命比尔江斯克市副市长 斯维特兰纳 萨莫伊莲科遇袭身亡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 在3月6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一名为俄罗斯人服务的女性官员 在当天早上的汽车爆炸中身亡 他是扎布鲁尔市比尔江斯克选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同日乌克兰情报总局也发布消息 俄罗斯大选地区投票组织者斯维特兰纳 萨莫连科已被清除 他无法再帮助俄罗斯人组织选举了 萨莫连科在2022年 比尔江斯克沦陷后投靠俄罗斯人 并被该市占领军长官 巴尔丁上校任命为副市长 主要负责当地的经济 农业和金融工作 据悉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丈夫与他已成年的儿子 也都在为占领军效力 乌克兰情报总局称 萨莫连科试图讨好莫斯科人 迫使当地居民参加非法投票 他是在被占领地区 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亡 三 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工厂 遭遇无人机袭击 参考消息网3月6日报道 据路透社3月6日报道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6日 击中了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工厂的一个燃料箱 但俄罗斯官员和该工厂的所有者表示 没有人受伤 工厂也在正常运转 电报社交平台上 未经证实的视频片段显示 库尔斯克地区冒起了黑烟 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 金属投资公司旗下的 米哈伊洛夫斯基采矿公司铁矿厂遭到破坏 四俄罗斯各地大规模增加了对应征入伍者的一次性的付款 3月6日 莫斯科时报报道 俄罗斯各地大规模的增加了对应征入伍者的一次性的付款 例如 亚罗斯拉夫尔州在签订兵役合同时的一次性付款 从40.5万卢布增加到50.5万卢布 在阿迪格签订合同并前往前线的人将一次性的得到80万卢布的报酬 当地政府的支付金额增加了20万卢布 达到了50万卢布 市政当局还提供了10万至10.5万卢布的额外付款 加上联邦支付的10.5万卢布 在阿迪格军事委员会签署合同的俄罗斯人 现在一次最多可获得80万卢布 在布莱安斯克州 从2024年2月1日起 合同签订者的一次性现金支付金额 从20万卢布增加到40万卢布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从20万卢布增加到10万卢布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 美德韦杰夫说 2024年1月1日起 超过5.3万人 根据合同在俄军中服役 据悉俄罗斯当局计划在年底前 为乌克兰战争招募约40万名合同兵 5.严重强掠行为 俄外交部强烈警告立陶宛 并建议俄罗斯公民 避免前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驾车旅行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外交部说 如果立陶宛开始没收悬挂俄罗斯车牌的汽车 俄方将做出回应 外交部说的确 立陶宛当局规定的在我国登记的车辆 出口或重新登记的最后期限 将于3月11日到期 俄外交部指出 我们呼吁俄罗斯公民利用剩余的时间 将自身财产风险降至最低 俄外交部总结称 如果威尔纽斯的这一决定得到执行 它只能被视为国家层级的严重强掠行为 当然我们不会对这种歧视性的行为 无动于衷 俄罗斯外交部还证实 建议俄罗斯公民 避免前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驾车旅行 立陶宛规定在俄罗斯注册的汽车 必须在3月11日之前离开立陶宛和欧盟 否则将在欧盟制裁后 面临包括没收车辆在内的处罚 往返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公民存在例外情况 6.俄罗斯贫困率创历史新低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 2023年俄罗斯的贫困水平将为历史最低 3月6日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俄罗斯2023年的贫困率创历史新低 从占人口的9.8%降至9.3% 目前1.46亿俄罗斯人中 有1350万人属于贫困人口 刷新了2022年达到的历史中最低值 7.普京喜货海外义子 3月6日俄总统普京出席世界青年节活动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们亲切的座谈 席间一名来自乌干达的学生起身发言 称他身为非洲的代表 希望发展和改善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继而话锋一转 请求普京认他做非洲的儿子 我很想成为您的非洲儿子 因为您是我的导师总统先生 普京总统幽默风气的回答 我能说什么呢 儿子 之后并与他合影 8.乌克兰国安秘书丹尼洛夫 发布关于乌克兰和平的声明 3月6日 乌克兰国安秘书丹尼洛夫发布了 关于乌克兰和平的声明 他说 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是乌克兰在提出任何解决战争建议时 所持的无条件 不可改变的绝对立场 在乌克兰 我们不分享我们的土地 我们会埋葬那些敢于质疑它的人 乌克兰社会肯定因战争而疲惫不堪 但在疲劳和奴役之间选择 我们永远会选择自由 为之奋斗到底 代表强国和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国际调解人的努力 不应旨在说服乌克兰 而应促使俄罗斯在国际法框架内采取行动 更重要是消除向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提供受制裁军事物资的来源 视频最后有一个极简的问题 请亲爱的同胞们回答 对于侵略者您反对还是支持 再问一问 智商正常的您 乌克兰和俄罗斯谁是侵略者 说句不昧良心的话很难 要么彻底打败侵略者 要么成为侵略者的奴隶 怎么可能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实在弄不明白 那些劝保家卫国者投降 甚至对保家卫国者冷嘲热讽的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裕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知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 如果您不宽裕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 就足够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 不如是